财团法人柏佑社会福利基金会数学教学影片 107年国中数学教育会考选择题第19题 好,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题目 一支呢,甲医两班,他的学生人数是相同的 那下图呢,为某次两班数学小考成绩的合状图 有甲医两个班的学生 那甲医两班的学生人数是一样的 那这是某一次两班学生数学小考的合状图 那如果呢,甲班乙班学生小考成绩的中位数分别为A跟B 甲班乙班中小考成绩超过80分的学生人数分别为C跟D 那下列关于ABCD ABCD的大小关系何者是正确的 好,ABCD四个选项 看看ABCD的关系 好,大小关系哪一个是正确的 好了,那我们现在呢 就试着来解解看这个题目,好不好 好,来同学,这是一个什么图 这是一个合状图哦 好,来 这里 0分,20分,40分,60分,80分,100分 好,上面这个是甲班的合状图 下面呢,是乙班的合状图 好,那同学,我们从这个合状图里面可以看出哪些东西 来,第一个,先看甲班的哦 好,来 甲班的,上面这是甲班的 好,来 第一个 这里 最左边,这个叫什么 叫甲班 最低分 他的最低分 不满20分哦 最低分 不满20 然后呢 最右端 这个点 他是什么 也很好 是甲班的最高分 最高分呢 大概是90几分吧 因为这个图 没有标出的很详细 但是呢 大概是90几分 也可以说是比80分来的大 好吧 好,来 这是甲班的 最高分 然后 乙班的呢 好,下面这个是乙班的哦 好吧 好,来 最左端 乙班的最低分 诶 比20分来的高分哦 这是乙班的 最低分 那乙班的最高分呢 在这 诶 怎样 哦 90几啦 不到100 但是 很明显就是比80分来的高 好吧 好,来 那再来呢 还可以知道什么 除了知道 最低 最高分之外 还知道什么 诶 这里 叫做 甲班的 Q1 这里呢 甲班的 Q2 这里呢 甲班的 Q3 对不对 然后 乙班的呢 这里 乙班的 Q1 乙班的 Q2 乙班的 Q3 对不对 好,来 那 还可以从核转图看出什么 也很好 它每一个 区间 这里 就是 甲班的 人数的 25% 就是甲班人数的 四分之一哦 好不好 好 那 这里呢 Q1 跟Q2 之间 也是 甲班人数的 25% 那Q2跟Q3 之间呢 也是 甲班人数的 25% 那Q3 到最高分之间 乙班人数的 甲班人数的 25% 那 乙班的话呢 最低分到Q1之间 乙班人数的 25% Q1到Q2之间 乙班人数的 25% Q2到Q3之间 乙班人数的 乙班人数的 25% 那Q3到 乙班的最高分之间呢 也是占了 乙班的人数的 25% 好 所以 目前呢 我们先标出 在合状图里面 我们可以看出来的 东西 好不好 好来 那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屏幕哦 屏幕说 甲乙两班 学生的人数 相同 好 那我们就先假设一下 好 假设 甲乙 两班的 人数 那既然相同嘛 我们都设成X 好不好 好 结尾 多少人 都设成X 人 好不好 因为题目说 两班的人数 一样 我们都设成X 人 然后呢 下面这个图 它是两班 某一次小考的 成绩的合状图 好不好 那刚刚呢 我们已经从合状图上面 标出了 甲乙两班 最低分 跟最高分 以及呢 甲乙两班的 Q1 Q2 Q3 以及 每一个区间 都是 占该班的25% 那接着 如果甲班 乙班 他们学生 小考成绩的中位数是 A跟B 甲班学生 他去小考 成绩的中位数是A 乙班呢 学生小考成绩的中位数是B 那同学 从图形上 可不可以看出A跟B的位置 中位数 中位数 是Q1 Q2 还是Q3 也很好 中位数就是Q2 好不好 好来 那甲班的Q2在这 表示呢 A数就在这里 对不对 那A Q2 甲班的Q2 就是A 对下来 比80分来的高还是低 比80分高哦 所以我第一个知道 A呢 比80分来的高 然后呢 再来看看 乙班的学生 小考的成绩 中位数是B 那乙班的Q2在哪 在这里 所以呢 这里是B 那B 对下来 哇 比60分高 比80分低 对不对 所以我得到的 B呢 接在 60分跟80分中间 对不对 好来 那这样子 能不能够比较A跟B的大小关系 可以哦 所以谁大 当然是A 比B来得大 对不对 好来 那我们来看看 AB比较出来了 先看一下四个选项 A大AB 所以 C跟D是错的 所以我们现在 四个选项里面 先删掉 C跟D两个 错的答案 好来 那再来看看 C跟D的大小 做个比较 好不好 好 再看一下题目说什么 甲班呢 乙班 小稿成绩超过80分的学生 人数分别是C跟D 甲班的成绩里面超过80分的有C个人 乙班呢 超过80分的人数 有D个人 那C是多少人 D是多少人 我们也从合状图看一下 好不好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 80分在哪里 80分在这 对不对 80分在这里哦 所以甲班看上面 超过80分的学生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Q2在这 Q3最大 最高分在这 对不对 哎 刚刚说过的 Q2跟Q3中间是25% 甲班人数的25% 对不对 Q3到最高分之间 也是甲班人数的25% 对不对 所以 我从Q2到我最高分 从我的Q2到最高分 是占了甲班人数的50% 对不对 哎 那我80分在这 对不对 那我全班的50% 是不是都比80分来的高分 对不对 所以表示什么 我超过80分的人数C 甲班超过80分的人数C 是不是一定比全班的50% 来的多 对不对 好 所以怎么写呢 所以我可以知道 哦 这是刚刚第一个比较中位数码 第二个呢 我比较超过80分的人数 好 C呢 是不是大于 是不是大于 甲班人数的50% 好 是不是50%乘上X 对不对 好 所以它其实就是0.5个X 好 所以C大于0.5X这么多人 好不好 好 好 那D呢 D是乙班小考超过80分 学生的人数 对不对 来我们看一下 80分是不是在这 对不对 然后呢 我 乙班是看下面这里哦 乙班的Q3到最高分 是占了乙班人数的25% 对不对 但是我80分以上的人呢 乙班85分以上的人 是不是比乙班全班人数的25%来得更少 对不对 所以呢 第一 乙班学生超过80分的人数 他是不是比乙班的25%来得更少 对不对 所以呢 这个等于是0.25X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看一下哦 C大于0.5X D呢 小于0.25X 因为 加一两班的人都是X人嘛 对不对 那同样的X C呢 大于0.5倍的X D呢 小于0.25倍的X 所以C跟D谁大 很好 当然是C比较大 对不对 好 所以 C呢 就比D来得大 好 来 那我们看一下答案哦 好 第一个A大于B 然后呢 C也大于D 所以 所以 符合 我们ABCD 大小关系 正确许是A这个选项 所以呢 同学 我们这个题目 选择的是A这个选项 博佑基金会 谢谢您的观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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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